中共的疫情封鎖,導致上海民生危機,民眾恐慌,伴隨而來的一個現象就是,中國互聯網和移民相關的搜索量暴增,而和移民相關的潤學最近也再次復興。 2022年4月底,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布了一項新運動,強國復興有我。 經濟學人雜誌說,這樣聽起來是很奇怪的努力,目的是在2022年秋天的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凝聚紅色精神,習近平希望在黨代會獲得第三個任期。 但是一種不同的復興正在網上形成,就是潤學,這是一種談論移民的代碼方式,網民在討論移民時沒有用表明逃離中國的字眼,因此會引起中共國家審查人員注意和行動。 而使用潤這個字,國語發音潤,是逃跑的英文字潤的諧音。 潤這個字在中國互聯網社區出現的語境大多數與移民有關,譬如潤去國外,你要潤去哪裡,潤到美國等等。 上海持續一個多月的封鎖,引發全國甚至全球的關注。 即使中共審查網絡資訊,但是封鎖期間,據聞悲慘遭遇的影片或錄音,仍然能在被審查之前,迅速在網上傳播。 與此同時,首都北京的病例上升,北京正在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而且實行有針對性的封鎖。 商業領袖都擔心中國的病毒控制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很多外國人正在離開中國,網上搜索趨勢顯示,中國年輕人,受過教育的人,也都考慮離開中國。 經濟學人說,微博4月初至4月中期間,移民的搜索量增加了4倍多。 微博用戶在3月和4月發表了超過7萬8千條帶有潤字的貼紙。 這些貼紙的頻率高峰,與上海創傷性事件發生的時間吻合。 這些創傷性事件,包括在封城期間,一名哮喘患者因為被拒絕治療而死亡, 或感染疫情的兒童和父母分離的影片,在網上傳播。 據騰訊報導,北道搜索統計顯示,3月28日至4月3日一個星期,全國相關移民的搜索數據激增。 有關移居加拿大條件的搜索量激增到最高位,環比竟然上升了2846%。 經濟學人報導,Miranda Wong是一位年輕的中國影片製作人,在英國留學後到了上海。 Miranda Wong就好像一個警鐘已經響起。 這個中國的大都市,曾經令人感覺是一個全球性的城市,和倫敦相似。 但是經過50多天的封鎖,Miranda已經開始研究怎樣離開。 她說,現在我們意識到,上海仍然是中國的上海。 無論有多少錢,受過多少教育,有多少國際通道,都是無法逃脫政府當局的控制。 中國網民在Github中包,即將工作外判給群眾,建立了一個潤學文庫。 Github是一個開源代碼平台,也是中國審查制度的罕見避難所。 網民在那裡討論為什麼要潤,潤去哪裡,潤什麼等問題,並將移民到各個國家的故事傳統。 一篇短文說,潤不是為了尋求快樂或利益,而是為了逃避一個在錯誤方向上飛遲的國家。 羊被打痛了,逃跑可以吧。 潤的真理就是這裡。 但是說就容易,做起來就很難。 離開中國的航班很少,而且價格昂貴。 由於對間諜活動的擔心家劇,美國已經加強對中國學生的簽證限制。 而且中共政府以防疫為名義,令公眾更難以四處旅行。 自從2020年以來,中共國家移民管理局已經停止簽罰非必要原因的旅行證件。 就在中國有錢人掀起移民移居諮詢潮之際, 湖南省內洋市就沒收公文的護照,防止他們去旅行。 公安人員說,在疫情過後會歸還護照。 經濟學人說,北京一位年輕的金融工作者說, 金融界的同行在中國看不到未來, 但是擔心離開中國就意味著和父母失去聯繫。 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老一輩都麻木了。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上海一位姓審的移民諮詢顧問說, 建議客戶如果要移民就盡早開始。 因為現在申請的人越來越多, 不敢保證半年一年後, 國家政策會不會有變化。 審顧問說, 為了以防萬一,以後有更誇張的事出來, 就可以先辦一個外面的永居卡。 中國並沒有說要沒收永居卡, 永居卡是完全合法的。 在2019年4月到美國的新移民, 范廣照說, 好幸運在最後時刻拿到護照, 離開鄭州, 離開中共的極端防疫政策。 范廣照也是兒童福利院收容的孤兒, 後來被收養, 因為養父的工作性質長期不在家, 是在爺爺媽媽的照顧下成長。 范廣照受到好的照顧, 他說, 自小家就教我要與人迷線, 不可以做傷天害你的事。 所以當他透過網絡翻牆, 看到中共封鎖的資訊之後, 受到很大震動。 包括三年大饑荒、文革, 八九六四還有迫害法輪功, 一連串的歷史真相, 令廣泛照特別痛苦。 加上福利院裡很多黑箱操作, 令他迫切想離開中共的統治。 2017年3月份, 一個美國基金會邀請當時還在大陸的范廣照 到香港參加慈善晚會演講。 他那時就辦妥了港澳通行證、 台灣通行證和護照。 范廣照覺得, 司機命中有神指引, 所以提早離開大陸。 在COVID-19之前到美國, 也避過了2017年7月鄭州的水患。 鄭州當局頒發命令, 要求市民居家辦公, 暫停開學, 交通實施管控。 非必要不要離開鄭州之後, 鄭州市民就開始搶購物資, 也有大量人離開鄭州, 導致該市的交通嚴重堵塞。 范廣照說, 鄭州人能走到哪裡? 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可能突然宣布封城, 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大監獄, 困住所有人。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至本台記者, 徐曼婉、張婷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